这个就是红旗东方屯 它为什么鼓起来了 是害怕了 就是它的一个自我防卫能力 现在呢 这有一条完整的合同鱼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把它的有毒部位给去除掉 第一步呢 会把先把这个鱼鳍给切下来 下一步呢就把它的鱼皮给包下来 完了之后下一步就是把眼睛这是它不可食用的部分 给它去掉 这块部位是它的肾脏 这个也不可食用 它这上面会有一些黏膜 大家可能看不到 黏膜也要去掉 因为黏膜会产生一定的腥味 下一步就把这个塞给去掉 塞也是不可食用的 取完塞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舌骨给拆下来 所有的就是可食用的部分 跟不可食用的部分都已经彻底分离完成了 在眼神上下不仅最大是肝脏 其次呢就是肾脏 心脏 眼睛 还有这个脑浆 它是有一定毒性的 包括它的胃肠 都是不可食用的 虽然说是咱们现在做的都是空毒养殖的 已经毒性已经很低了 在安全范围之内 但是你还是要按照处理野生鱼的步骤去处理它 因为养殖的话也是模拟一个天然环节 你不敢保证说这条鱼有没有野生鱼混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